郭佑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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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鱼子變成鱼母了 好有沒有看到老師手上的這一個鱼母 鱼母下面的鬚鬚是甚麼東西 不是碗術 我们万华国中在十年前改建完成 那在改建之前 其实我就是像一般的传统老师一样 也是就是讲述式的教学 然后就带着学生做食谱式的实验 然后后来经过改建完成之后 我们有这么漂亮的实验室 又刚好碰到九年一贯 我就想到说怎么去做 那刚刚也好我们碰到一群很棒的一个伙伴 我们的科学团队的老师 这群老师怎么样子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然后去从搜寻资料当中出发 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是从零出发 那这些机缘之下 促成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那让我们自己去设计这些教材 教学现场当中 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的学习的主导圈 把这一颗球抛给孩子 让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体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就设计很多的生活化的一个课程 看看百元钞下面有什么秘密 要透过几颗显微镜才可以找得到的 你再来一个角落找到什么秘密 你要把它圈起来 什么字要写出来啊 对啊 你们要一个念一个写啊 就是下面有一排 Republic of China 透过百元钞票的一个秘密的一个寻找 让孩子去 真的百元钞票不一样哦 那百元钞票找到秘密之后呢 我们让学习去预测 那我如果是给你五百元的钞票 或是一千元的钞票 那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秘密 那孩子们自己去分享 这个是可以从动手做 或者像我们从橘子变水母 这个也是孩子从很简单的 课程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就可以让孩子们 除了动手做 然后呢又可以学到 老师想要他们学到的一个知识的部分 哦 原来维管术不是只有根金叶才有 在其他的器官当中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到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计让孩子 自己去做自己的DNA的密码 或者自己去萃取自己的DNA 那这些很多的活动当中 其实都要让孩子可以知道 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结合 那我也设计了一个 所谓的五字天书的一个课程内容 那这个课程内容是刚好结合 我们刚学完的点译跟淀粉的一个反应 给学生很多的不同类型的纸张 让孩子去试试看 那自己去猜猜看这里头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淀粉 透过给孩子一个秘密的议题 然后去设计出自己的五字天书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去澄清 很多孩子在坊间所看到的一些广告的一个误导 让孩子能够去澄清他的一个价值观 还有不要被骗 在消化系统做完之后呢 我也设计了一个戏剧表演 从剧本的编写 角色的分配 然后自己要去练那个默契 这样的表演过程当中 学生可能会成功 也可能会失败 所以我们有成功的经验 有失败的经验 我们可以互相分享 可以更加了解消化系统 而且是让自己主动去学习 因为需要背台词 就比较容易记忆说内脏在哪里 自己动手做的时候 可以学到很多 看文字的话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印象没有自己动手做到来的深刻 老师的教学都会有很多的实验 不是只是带我们看课本 比较能够启发我 就是主动学习的意愿跟兴趣 这对我现在高中有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由我自己去做做看 就是自己试过一遍 虽然说可能会错 可能会失败 但是这是我的经验 而且从这种失败之中 我能够了解到更多事情 不只是在譬如说一件考试 或者是一个报告之中 科学阅读不是说 我只给他单向的传输知识而已 我也希望孩子能够 在自己去寻找答案 那寻找答案的过程 所以我要让孩子去学习说 我怎么要去问问题 那科学的阅读跟语文的阅读 会不会有不一样 都是阅读 但是我们读的方法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带你们读的呢 是这一篇 没有头的蟑螂可以活下来吗 它可以活七天 它可以活七天好 你为什么知道它可以活七天 透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阅读 所以什么是科学方法 就是有一些有系统的 有策略的 引导孩子 然后来完成这一篇文章的阅读 第一个 我们叫做预测策略 让孩子从题目 然后先从题目上去预测 去想一想 作者会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接下来呢 我让孩子先去浏览 那浏览的过程中 怕他们一目十行过目即忘 所以我让他们要画线策略 所以先把一些他们觉得 他觉得是重点的地方 或者是说这一句话他觉得很好奇 或是他看不懂的地方 他先画下来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符号 打个问号 打个三角形 打个星星符号 代表不同的意思 那接下来就进行摘要策略 我让孩子从每一段当中 去找到每一段的重点 那透过大家的一个讨论 跟分享 还有老师的一个讲解当中 他们大概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所谓的心智图 所以心智图的地方 就让孩子们去透过文本当中 去完成这个心智图 那可是因为孩子可能看完之后 他可能又忘记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到 另外一个策略叫补救策略 所以孩子就可能 他在写心智图的时候 发现好像忘记了 怎么办 没关系 我回头再去寻找文本当中 他怎么告诉我们的 心智图做完之后 接下来就他们要去做一个打课问 我们希望让孩子 透过学习过程当中 会可能引发他一些好奇心 他们除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外 也能够透过同组的同学 一个讨论跟分享当中 讨论出一个共同的题目 老师今天变成一只 大蟑螂 请问你 你要问我什么 蟑螂如何射几 你蟑螂最强的寿命是多少 三分之合排便 把一些科学的实验带到现场来 让学生亲自可以体验 然后去了解到底这段的科学在讲些什么事情 然后并且配合一些延伸阅读的书籍进来 整个这样子弄起来之后发现到 其实学生对科学 他其实还是有无限的好奇心 会帮助我对阅读的技巧 像是后华重点 还有懂得分解文中的一些知识 让我自己可以更深入 文中的主角 还有文中主要在说什么 我们透过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去体会到 当虎课发现到他细胞的那一瞬间 所带来的惊喜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知道说 科学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做 只有亲自体会就会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